上将攀奋真的有人会用吗 兄弟们如果我拿出这一对 阁下应当如何应对啊 来了吗兄弟们 你们要的攀奋的阵容不就来了吗 能把攀奋练到45级的都是真爱粉啊 谁说没人玩攀奋的 这个号主啊不但玩了攀奋 而且玩的非常用心 破军加必时积蓄 折冲加当分推决 然后配合虎暴棋和御敌屏障 这套阵容你别说 还真能够打出很精彩的战爆 不信你来看看 好的直接来到交战列表啊 我们先来看打的第一场 打的是一个山河盾 我们虽然输了啊 但对方是等级优势啊 这场肯定不算的 再来看一场啊 这一场是打一个盾兵啊 张角的盾兵 我们成功打掉了对面 一万五的兵力啊 相当给力了 左方还没有阵营加成 打对面有阵营加成的阵容啊 打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再来看一看 下一张战爆呢 是打桃源 哎 这不就来了吗 刘关张 可是合力占平过吕布的男人啊 还是在我们攀奋手底下败北了 哎 再来看一看收藏战爆啊 非常的炸裂 这才是真正的战斗啊 两万八打两万 不说欺负他吧 对不对 给他狠狠的斩落马下 再来一场 照样赢 哎 再来打一场妖心盾 看到没有 我们无双上将 零发动的情况下 战胜了对面的妖心盾 啊 什么是实力 再来看一下啊 打一个 麒麟弓的 两万八 打一万九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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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胜的非常公平啊 直接给姜维爆头 而我们的无双上将啊 只是略微的出了一点点汗 发动了一次 就打出了惊人的八千伤害啊 非常牛逼 好的 再来看一场打满红的战暴啊 打的是三式甲 就是这样一套满红的阵容 我们也给他展落马下啊 我们的无双上将甚至都没有发动 好了 兄弟们 后面的战暴就不一一展示了 给大家滑动浏览一下 总之呢 东攀凤 西吕布啊 攀凤和吕布是一个级别的武将 而我们的攀凤只要上场 对敌人的伤害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侮辱性必须拉满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攀凤阵容的欣赏了 欢迎兄弟们有更精彩的阵容 向凤孝投稿 这里是攀凤帮 郭凤孝 别忘了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下期见 拜拜 拜拜